一百十一年第四歲在十一月一合開金 六歲期間由十一月一合起到十一月三十合計 為了便利納稅義務人六歲 第四歲的六歲官都也真得完 所以義務人可以拿六款書到貸收稅款的銀行 信用合作者也就是農會上金融機構六歲 雖然三萬戶以下案件可以到便利潮上缺納 現在十一歲只存在幾天 民眾可愛白的機會趕快來完成 一百十一年第四歲在十一月一合開金 六歲期間由十一月一合起到十一月三十合為止 台南市政府在一件稅務局表示 土地所有款領在台南市學区來的所有土地 都合併由一條交款書來開金 為了便利納稅義務人交流 第四歲的交稅官都已經得完喚 如果稅務人可以拿到交款書到台稅 稅款的銀行 信用合作者也就是農會上金融機構交流 稅額三萬戶以下的稅額可以到便利商店交流 那繳納的方式有哪些方式 我們再特別提起民眾怎麼去繳納呢 就是最簡單的話 就是如果是現場繳納的話 可以到就是金融機構 那就是郵局不可以繳納 然後或者是到便利超商 便利超商的話就四大超商 那可是他金額有三萬塊的限制 或者是說你們自己到那個ATM的話 自己去操作繳納 而以上這個方式 這三種方式的話就是都是要現場去繳納 另外在稅務局特別提出 立稅基务人如果受到疫情的影響 不可以在規定交流期間交親稅務者 可以在規定交稅期間來向稅務局 國分共申請 延期也是分期交流稅款 上次等可以延期十幾個月 也時分期三十六個月 稅務局 旁邊已經建立嚴重特殊傳染性 開嚴 向國務專區提供立稅義務人 算定申請以及申請書的下載 那因為現在的話就是說疫情的部分 我們可以其實可以在家裡的話 就可以輕鬆來繳稅 那我們可以透過電話呢 或者是網路啊 就是用信用卡金融金幣金融卡 或是國旗存款帳戶的話 來做一個繳納的動作 稅務稅務局 也舉辦一百十一年 稅務選團堂戶戶 設計比賽 這張作品公告 以及網路人氣中票選的活動 對2022年11月17號 8點到2022年12月4號 晚上11點59分為止 民眾的動作 民眾的動作 稅錄 向好康 補粉絲 專頁 查詢 記者 東亞新 中西区 柴柴柴柴柴柴柴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